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角平分线的相量性值 稍微复习一下哦 在三角形ABC当中 角BAC的内角平分线交线段BC于低点 外角平分线交直线BC于1点 它分别要我去求出这两个线段的比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内角平分线 我们把图形画出来 这里的角BAC的角平分线 角BC于低点 那我们怎么去求BD比上DC呢 我们先从三角形面积去做出发 这里的ABD的三角形面积 比上我ACD的三角形面积 我们把从A点去做一个高下来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三角形的高会是一样的 所以三角形面积的比值 就会等于我们底边的比值 所以就会等于BD比上DC了 那三角形的面积 除了1分之1底乘以高的概念之外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做出发 那就是两边一夹角的1分之1的AB AD乘上3α以及2分之1的ACAD乘上3α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的2分之1 2分之1大家都有都可以把它消掉 那这边的AD乘上3α AD乘上3α也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只留下了AB比上AC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BD比上DC就会等于AB比上AC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外角的部分 那外角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找角评分线 记得要延长长边 怎么说呢 这里是我们的主角BAC 如果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AC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要延长AC这个边 从这里去抓我的外角评分线 那就会叫BC直线于1点了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去求B1比上EC会是多少呢 一样从面积做出发 我们先看我的AB1这个三角形 以及ACE这个大的绿色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一样从A点去把我们的高给做下来 那一样蓝色跟大的绿色的高是相同的 所以面积的比值就会等于EB比上我们的EC 一样的除了2分之1底乘以高之外 仍然可以用两边一夹角来做处理 所以三角形ABE的面积 可以是2分之1的ABEAE乘上SINEBETA 大的可以是我们的ACAE乘上我们的SINE 这个角度180度减掉我们的BETA 这里的SINE180度减掉BETA 就可以换成我们SINEBETA 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去做个整理 那一样的我们会发现 2分之1跟2分之1可以被消掉 这时候的21SINEBETA 这边的A1SINEBETA一样可以被处理掉 最后的结果是AB比上AC 所以一样的EB比上EC 就会等于AB比上AC了 我们统整一下 第一个如果要求出我们的BD比上DC 那图形画出来之后去做对照 BD比上DC 就会等于我们的AB比上我们的AC 第二个如果是外角平分线 那我们先把图形画下来 这里的EB比上EC 就会等于我们的AB比上AC了 BD比上AC的BD比上C